跟大家介绍的剪件是比较特别的 首先这个剪件是一个象牙果雕刻的心经 大概是2011年 显阳法师见到一个工匠 他在雕刻一个旗盘 法师就忽快其上 请老师傅 不如你可不可以和我雕刻这个心经用象牙果 这个老师傅也说 这么好 我去试一下 当然事后 这个老师傅总共雕刻了 用他手上有的象牙果和他的功力雕刻了三件 之后他就告诉演阳法师 太辛苦了 我不可能再雕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材质比较硬 而他要雕刻法师手写的心经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你看看 除了显阳法师写得好之外 雕工也雕得好好的 也有法师手写书法的一些神粹 现在2017年 我们也希望为中芯 筹捕经费 为法师这个悲怨 继致接力 有功德主知道之后 他也很好 将这个床件再导 送回到中芯 让其他的功德主都可以继续做功德 发大心 去迎请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经 或者这个象牙果雕刻的心经 是特别有意义的 欢迎各位到时来观赏 甚至发心迎请 多谢 阿亮 宁仔 窗 problems 阿亮 宁仔 连この心絕 dams 仿 Elijah 光 合格 阿亮 甩牙 转합心 阿�etch的心成 费心 阿亮 乃 Jung 国树亞 向上 互相 阿亮 和南亚 分享 互相公 互相 费心 谶银 销佣 aims 看 感谢观看